狗轩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1年 驻的快事会计基础班的那种 那么从现在开始 我们讲标题二 持有代受类别的计量 标题一不是讲持有代受类别的分类吗 那现在我们讲计量 其实这个计量呀 一共包括五种情况 就是在你划分为持有代受类别前 你应该如何计量 划分为持有代受类别时 最主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改名 你改名怎么改 还有划分后你如何计行计量 还有将来你不再满足条件 你明明过十个月 打算把这设备卖给人乙公司 乙公司在第八个月底 让您给诅咒的破产了 你卖不出去了 不再划分为持有代受类别 应该怎么办 最后还有一种是正常的情况 我正常的卖给他了 我要终止确认怎么办 就这五种情况 我们不着急讲这五种情况 在这儿我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个节 只要这儿你没听会 第一节的内容你就已经失败了 它并不是多重要 你一定要听懂 就是对于持有代受的非流动资产 比如说我就卖一项非流动资产 或者是我整体打包卖一堆东西 不叫处置组吗 我处置组当中的非流动资产 你发现了吗 他一直在说非流动资产 没错 那么将来计量时 我们要区分下列不同情况 就是有一部分非流动资产 是按别的准则来核算 剩下的才按我们这一张持有代受准则来核算 比如说第一个 他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他适用第三号准则投资性房地产 换句话说 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是啥 三个不允许啊 不允许提折就不允许弹 不允许提简直 但允许反映公允价值的什么 波动 哪怕你把以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划分为赤后代受类别 你也要反映他的公允价值波动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一定要注意区分 他并没有提到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那就意味着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就是按42号准则的规矩来 第二个大家简单的制度一下 他用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金额 我们第七章资产减值是不是叫处置费用 跟那是一样的 就是我卖东西一定会发生的 不卖东西一定不会发生的增量成本 在第七章叫处置费用 在这叫出售费用 好像面上更直接一点 我就是打算骂 我直接就要持有代售 所以叫出售费用 其实跟处置费用一样 那么相应净额后计量的生物资产 适用第五号准则 职工薪酬形成的资产 适用第九号准则 就是我劣势到我提到的这几个都适用别的准则 而不是用于42号准则 那么包括第四个地盐所得税资产 适用第十八号所得税的准则 那么第五个由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规范的金融资 资产适用金融工具相关的会计准则 比如说22号准则金融工具的确准和解量 23号准则比如说金融资产的转移这些 那么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到的 包括第六个由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准则规范的保险合同所产生的权利 适用保险合同相关的会计准则 那么前面是不是说六项 对我觉得需要你记住的是一和五 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是适用投资性房地产准则 而我们金融工具相关准则规范的金融资产 适用22号准则 不适用于我们这一章也就是42号准则 除了这六种之外的 其他持有代售的非六种资产 我们按照本章的规矩来处理 啥意思 您必须给我记住 如果您出售的是前六种特殊的资产 哪怕他已经改名叫持有代售资产 你也一定要按照其他的准则规矩来给我账目处理 再啥意思 能再给我说的具体 可以 比如说你的处置组当中有一项其他债权投资 它是不是要反映公允价值波动 对 你哪怕整体打包的东西里边就含着这一项其他债权投资 哪怕他已经改名叫持有代售资产了 你也要给我反映他的公允价值波动 我这么说你能听懂了吧 而且他的公允价值波动一定是对应科目是其他综合什么 手艺就这个意思 如果你里边比如说夸张一点 还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你的公允价值波动一定对应的是公允价值变动随意 你如果是以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方体产 你也要反映他的公允价值波动 就是前六种适用别的准则 只有这六种之外的非流动资产 才适用这一章的准则 什么叫适用这一章的准则 你后边会发现这一章的准则几乎就是一个打包处理的过程 这块内容我就给大家说的差 那我们看下边一段文字 对于持有代售的处置组的计量 只要处置组中包含了上述第七项所述的非流动资产 我们就应该按照下述的规矩计量整个处置组 也就说我不管你处置组当中是不是还有其他的 只要你还有这六种以外的非流动资产 有时候你老这么说累不累 能给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固定资产就属于六种以外的非流动资产 比如说无形资产就属于六种以外的非流动资产 将来你的处置组当中只要含有这样的固定资产 含有这样的无形资产 我就应该按照42号准则的规计量整个处置组 比如说老师这不就跟你前面说的矛盾 不矛盾 你别着急我往下说 你处置组当中如果涉及到流动资产 什么流动资产 什么流动资产 所有的流动资产 你处置组当中既然涉及到负债 什么负债 所有的负债 你处置组当中涉及到前边六种 适用于其他准则的非流动资产 那么这些你还是按照其他相关的会计准则给我处理 剩下的剩下的不就剩一个第七种六种以外的非流动资产吗 这一块内容给我按照我们所说的什么 按照我们所说的四十二号准则的规矩处理 有人说老师我不明白 您能不能给我说的再详细一点 可以 我今天在这给大家画了一个表格 我先说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 比如说您打算卖的非流动资产 是您所说的第一项到第六项 比如说以供应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比如说是什么金融工具计量的金融资产等等 您是按照相关的会计准则规定来处理 比如说我有一项其他债权投资 我打算把它卖了 那我可能金钱钱也过段时间过度 那我就按金融工具准则的规矩正常处理 但是如果除了这六种之外的非流动资产 也就是一到六项以外的最典型的像我卖固定资产 或者我甚至卖再减工程 我卖无形资产 甚至我卖没有完全达到预定用途的开发支出 或者我卖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长期股权投资商与等等 我们按照本章的规矩 42号准则的规定处理 有人说咋处理 你太心急了 你只要知道 一到六种非流动资产 适用其他准则 剩下的非流动资产 适用于本章的准则规定 前提条件 你是持有待受的非流动资产 记住这个结论就行 我后边会逐一的跟你交代 那么除了我们持有待受的非流动资产 是不是还有一种叫持有待受的处置组呀 对 处置组里边不是包括各种各样的资产 各种各样的负债 甚至包含商与吗 对 所有的流动资产 所有的负债 我不管你是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 我们都按其他相关准则规矩进行账务处理 比如说你要是存货 该提减值 你正常给我提减值 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是非流动资产 但你属于我们前边所说的第一到六项 不怕麻烦 再看一遍 这一到六项 我需要你记住的是采用公允价值模式 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还有第五项金融资产 其他的六项 剩下的四项 你不用把它记住 那么如果你属于一到六项 你也适用于相关的会计准则 那如果你是一到六项以外的非流动资产 恰恰是命中要点 你属于我们42号准则本章规定计量的范畴 比如说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长期股权投资 商誉等等 我们按这一章的规矩来办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块内容我先给大家说的成 那下边看口号一 划分为持有代受类别前的伎俩 啥意思 我经常还说一会儿 你把持有代受类别呀 理解为是一条贼船 就是如果你踏上贼船那一刻 叫划分时 能听懂吗 就是划分为持有代受类别时的 正常的杖母处理 正常的计量 如果你将来不再满足条件了 你中间 比如说下了贼船了 我们就把它叫做不再继续划分为持有代受类别 而如果你在贼船上一直待到了目的地 那么我把你叫做终止确认 能听懂吗 而你在上贼船之前的那一刻 我把你叫划分钱 也就是划分为持有代受类别钱的计量 整个你在贼船上待的这段时间叫划分后 所以一定要分清楚 踏上贼船之前的叫划分钱 踏上贼船加版那一刻叫划分时 往后叫划分后 如果你中途下了贼船 叫不再继续符合持有代受类别 如果你贼船航行到目的地 你把这东西卖了叫终止确认 我们不就是要讲这五个点吗 那么先看第一个 划分为持有代受类别钱的计量 那么在这我只对你有一个要求 在你踏上这个贼船的甲板之前的那一刻 你必须给我搞清楚你价值几何 啥意思 你得知道你的身价 你是把多少价值带到这个贼船的甲板上 也就是说我要精准的计量 我带到甲板上去的账面价值 也就意味着 在我首次化分为持有代受类别钱 我是不是还没有踏上贼船了 对 我是不是还不能适用于42号准则 对啊 你只有踏上甲板那一刻到终止确认 这一段时间才适用于42号准则的规定吧 对 那么将来既然它是一个适用新准则的过程 你在划分前一定要弄清楚你身价几何 你按照其他相关会计准则 该提折就提折就 该提减值提减值 把你的身价给我弄准了 把你的账面价值弄准了 把账面价值送到贼船上一改名 这才是完美的 所以我们直接看例15-8 企业A拥有一座仓库 原价是120万 年折就12万 告诉我月折就多是1万呀 这2016年12月31日以计题折就60万 2017年1月31日 企业A与企业B签署不动产转让协议 你在6个月内将该仓库转让 假定该不动产满足划分为持有 带出类别的其他条件 并且不动产的价值未发生减值 那要发生减值 你正常的是不是应该提减值啊 2017年1月31日企业A应当将仓库资产 划分为持有带出类别 不就是改名吗 但是在您改名之前 您必须把你的身家以及价值几何弄清楚 是不是你告诉我踏上贼船那一刻 是不是在这一船上 我们是不再集体折就的 没问题吧 但是你没踏上贼船 划分钱是要集体折就的 您忘了吗 我们当月减少的固定资产 当月照提折就 是从下月从二月不再集体 那也就意味着 你一月份还应该集体一个折就多少 一万 那么你将来是从二月份不再集体什么 折就 我给大家补充一下 当你一月份集体折就时 比如说是管理费用 借管理费用一万 带累计折就一万 你原来不是截止到去年年底有折就六十万吗 又提了一万不就是六十一万吗 而原值一百二 到了2017年一月三十一日 你满足了持有代受类别条件 划分为持有代受类别时 你是不是就要改名了 对呀 所谓的划分时就是改名 那我改名的时候 把固定资产原值消掉 固定资产少了 累计折就跟着减少 到2016年底提了六十 我又额外提了一个月的是六十一 如果有固定资产 简直准备也在这给它消掉 我这道题没有 改名叫什么 持有代受资产 如果你把每一项资产都改名叫持有代受资产 你不就很难对应了吗 所以我们后边加个明细告诉你 我是从固定资产改名过来的 持有代受资产 那从无形资产改名过来的 就叫持有代受资产 横杠 无形资产 横杠 长期股权 投资一样 最后倒挤出持有代受资产 是59 这59是账面价值 是你踏上贼船那一刻 你带上去的账面价值是59 好 这个我想我就说清楚了 那么将来划分于持有代受类别的固定资产 在你改名掉持有代受资产那一刻 你就不带集体得走 从二月份我就不带集体了 那么括号 划分为持有代受类别时的计量 就是你把你的账面价值 带到加板那一刻 其实我们要做的一项最主要的工作 不就是改名吗 就是做这一笔分路 但是我们要分成两步 第一步 对于持有代受的非流动资产和处置组 我们在初始计量时一定要想清楚 尤其是处置组 所有的流动资产 所有的负债 不论是流动负债还是非流动负债 还有所有的一到六项的非流动资产 我为啥要提这些 这些不是按照我们所说的什么 其他相关的会计准则计量的吗 就是您该怎么计量这些流动资产 计量这些流动负债 您正常怎么计量 比如说这里边包含存货 你该计题存货接下准备 给我计题存货接下准备 比如说这里边包含应收账款 该提换账准备 您给我提换账准备 就是把这些适用于别的准则的资产负债 它的账面价值给我搞清楚 这是第一步 那么第二步 将来我会拿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和处置组 整体的账面价值 整体的账面价值 这个整体账面价值 其实就是持有代售资产的合计 减持有代售负债的合计 跟谁去比 跟你整个处置组的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去比 这个公允价值减出售费用后的净额 我为啥跟他去比啊 您糊涂了 我们在第七章讲资产减值的时候 是不是曾经听到过一个非常重要的词 叫可收回金额呀 对呀 您不就是拿资产或资产组或者是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 跟可收回金额去比吗 如果可收回金额低 您不就产生了贬值吗 可收回金额高 您不就没产生贬值吗 实际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 在这儿充当了可收回金额的角色 有人说老师不对 您不是差一个未来现金流浪限制 你糊涂了 咱们前面说了 你要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的什么 你要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的非流动资产和处置组组 是不是你的前提条件就是主要通过出售 而非持续使用收回其账面价值 但是既然你是主要通过出售 当然我就考虑公允价值减出售费用的净额 再说一句话 您前面不是说了吗 不因持续使用产生的零星收入 而不将计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你还是在嫌弃持续使用过程中产生了零星收入 所以我这儿的可收回金额 我只考虑一下公允价值减出售费用的净额 将来我们整体的账面价值低于公允价值减出售费用的净额 你不就是等于可收回金额高吗 可收回金额高贬值了吗 没有 我不需要对账面价值进行调整 这是第一个 第二 如果账面价值高于公允价值减出售费用的净额 那不就是可收回金额低吗 对不起 我要计题减值 那么减计至公允价值减出售费用后的净额 减计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 计当期随意 同时计题持有代售资产减值准备 能把分录给我写一下 可以啊 借资产减值损失 持有代售资产减值准备 没了 而且在这特意说了一下 不应当重复确认 不适用于本准则计量规定的资产负债 按照相关准则规定已经确认的损失 这段文字其实我已经给你念完了 如果你没懂 那我稍微给你简单的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有一个处置组 比如说我有一个处置组 那我处置组里边可能含有呀 什么流动资产 我为了简化 假如说我含有存货 那么还含有我们所说的所有负债 可能还含有一到六项 我们所说的非流动资产 我这么说你能听懂吗 好 那么最后还含有第七项 也就是我们一到六项之外的非流动资产 将来啊 其实我要做的一个工作 就是把整个处置组整体的账面价值给他求出来 你这边不里边不既有资产又有负债吗 我就用所有资产的合计减所有负债的合计 就得到处置组的账面价值 我是拿处置组的账面价值跟谁去比 跟公允价值减出售费用后的金额去比 但有人说你知道的 我卖处置组 我能不知道处置组的公允价值是多少吗 出售费用 我是不是必须发生的 将来就是跟这俩去比 如果公允价值减出售费用后的金额低 那就是可售金额低 我就要具体减值 是拿整体的账面价值 跟整体的公允价值减出售费用后的金额去比 那么我要具体减值 我就会借资产减值什么损失 带持有带售资产减值准备 但是在我整体拿账面价值比之前 我一定要把前边三项的金额给他销定 怎么销定 比如说你这个存货 你现在存货是八十万 假如说啊 那我会问你 哎 这存货你该不该具体存货跌价准备 如果你说该提 比如说你提了一万的跌价准备 你存货的账面价值就变成七十九 能听懂吗 那么再比如说你有一到六项的非流动资产 你比如说我里边假如说有一个其他债权投资 可能呢 原来他是六十 我突然发现你供允价值上升了一万 那我是不是应该做一个借某某资产带其他综合收益一万 我这加上一万 我账面价值就变成了六十一 能听懂吗 如果负债你该怎么核算 也怎么核算 你把前三项的金额都敲定了之后 再加上第七项劣势的什么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这些非流动资产 整个算出账面价值 整个跟供允价值减出售费用后的金额去比 整个提减值 就这个意思 这儿别错了就可以 将来你提减值的时候 比如说借资产减值损失 持有代售资产减值准备 我整个提的减值 如果第七项非流动资产里边 比如说有一项固定资产 有一项无形资产 那我可能要把这减值 分给固定资产一部分 分给无形资产一部分 如果有商誉 还要分给商誉一部分等等 但是在这儿 我们第七章就讲了这个原理了 商誉是炮灰 有减值一定全额先让商誉背 不是背一部分 不是上比例背 是全额让商誉背了 背完了挡不住的 按比例第一减一到六项以外的 也就是第七项非流动资产账面价值 也就是说 比如说举个例子 你商誉的账面价值是二十万 可能我的减值是二十五 我直接先让你商誉 全额背二十万 剩下的五万 一部分分给固定资产 一部分分给无形资产 那前提条件是看你这处置组里边 有什么是这个意思 这块内容 我想今年我应该给大家说清楚了 在这再提一下出售费用 跟我们第七章的处置费用是一样的 一定是一种增量什么成本 是出售发生的特定法律服务 评估咨询等中介费 也包括相关的消费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土地增值税 印花税 但不包括财务费用和所得税费用 因为我认为这种出售是一种经营活动 所以不包括财务费用 第七章告诉你了 我们考虑的是税前的现金流 税前的折现率 所以也不包括所得税费用 你没发现这跟第七章资产减值的口径 是一模一样的 没问题 第二 有些情况下 公允价值减出售费和的金额可能为负值 比如说这个东西我卖才能卖一分钱 但我可能要发生出售费用是一百块钱 你这么一减 它不就成负的了吗 那这时候我提减值时 我顶多认为可收回金额是零 而不能是负的 那可收回金额要是零 我等于是全额集体减值 我只能把账面价值减击至零 如果需要确认预计负债 正常确认 不需要 我就不确认了 是这个意思 那下边看例15-9 他说企业P你将下属子公司Kill出售给企业R 双方已签订了转账协议 预计将在五个月内完成转账 子公司Kill满足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的条件 他说Kill与银行T之间存在未决诉讼 Kill可能败诉 慢点 咱们在前边讲或有事项时明确跟你说过 坏事必须搭到很可能我才记账 而现在你是可能记账吗 不记账 他不符合预计负债的确认条件 企业P仅在披露中 披露了或有负债 那么你没有确认 那是不是在你的分路 在你的报表里边都没有这项负债 对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假如说 这个子公司Kill的资产是100万 比如说他的负债 假如说是30万 这30万里边含不含 我们所说的这项预计负债 不含 你就不是预计负债 他根本不含这项 那是不是他等于资产减负债之后的金额 假如说是70 那么如果买他股权的这个单位 也认为他价值70万 是不是就等于掏出70万 买了一个净资产70万的股权 对 那么将来我再确认 子公司Kill的公允价值减出售费用后的金额时 需要考虑尚未确认的 货有负债的公允价值 Kill的账面价值未确认该项或有负债 因此子公司的公允价值减击出售费用后的金额低于账面价值 应当确认持后带手资产减值损失 记住当期损益 这是啥意思 您不是号称您价值70万吗 但是站在我的角度 我要买你这股权 即使我认为你是70万 我要给你70万的时候 我突然恍然大悟 哎不对呀 你这个Kill不是有一项诉讼吗 有可能往处拿钱吧 有1%的可能他也叫可能吧 那可能我将来本来要出的钱是70万 那可能我将来就认为我不会给你70万 我可能就会给69万 那你想一想 如果我给69万要即使没有减去出售费用 要减去出售费用 这个金额是不是会更低啊 也就是说可是我金额会更低 而你账面价值是70万 那不就等于产生了贬值吗 这种情况就要具体减值准备 大概能听懂就行了 这里边有很多假设 我今天举个数字 就是为了大家看清楚 别深究 你深究 怎么可能说资产是100万 负债30万 你就价值70万 别深究 我就举这个例子 那么第三个 对于取得日划分为持有带出类别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 你还记得不记得最典型的是专为转售而取得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 你还没有找到下降 但是你唯一没有满足的就是已经从买方获得了确定的购买承诺 但我认为你是专为转售的其他条件你都符合 那我就从取得日把你划分为持有带出类别 那就有一个问题 大家想想你要取得日划分为持有带出类别 如果你没把我划分为持有带出类别 我是不是花钱 比如说买这个长期股权投资 我只能借长期股权投资了 对 但是您现在从取得日就把我划分为持有带出类别了 我可以踏踏实实的马上直接叫持有带出资产 而不一定非得叫长期股权投资 再改名叫持有带出资产 我这么说你能听懂吗 就跟你投资性房地产 你买完当天就出租了 你就不用再叫固定资产再改名了 直接叫投资性房地产 然后如果你买完了 过好几个月你才打算出租 你只能先叫固定资产 再改名叫投资性房地产 这也一样 你取得日就划分为持有带出类别 那我直接就把你叫做持有带出资产 比如说你花了一百万 那是不是你借房子持有带出资产就显示一百万 不是 将来它显示的是两部分 较低的金额几两 哪两部分 第一假定不划分为持有带出类别情况下 初始计量金额 比如说我们买股权 是不是我通常认为除了同控之外 非同控也好 或者不形成控股合并的长头 花多少钱 计多少钱长头 对 那我花一百万 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初始计量金额 就应该是一百万 对 但您忘了一件事 什么事 您在取得日 我直接视同为你上了贼船 我上贼船那一刻 我不是要提减值吗 那我要拿这一百 我要考虑他该不该提减值 提不提减值跟谁去比啊 跟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金额去比 假如说我本来呀 我初始计量金额是一百 我考虑了公允价值减出售费用后的金额 比如说一百亿 我应该寄一百 但我可收回金额一百亿 减值了吗 没有 没有减值 那就踏实了 我就按一百来寄 我这么说能听懂吗 那还有一种很糟糕的情况 你花一百万 本来应该确认的初始计量金额是一百 但是我一算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金额只有九十 如果我进一百 而我可收回金额只有九十 那不就是可收回金额低吗 可收回金额低 将来你在这儿的时候 你是不是应该认为你提了十万的减值 对 你提完减值之后的金额还剩多少 九十啊 那将来我持有代售资产证 我宁可计九十 是以二者输地来计量 那么你花钱可是花一百万 差额十万怎么办 我直接给他记在资产减值损失里边 十万 没了 这块内容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第四个 我讲一些特殊情况 这一块特殊情况是站在合并报表的角度去说 我们合并报表是不是也分非同控 还有我们所说的同控 对 非同控一切是拿公允价值去说话 也就是站在这张大白纸的角度 我承认的每一项资产号负债号是不是都是公允价值 对 而同控是不是承认的都是什么 账面什么 价值 好嘞 那咱接着往下说 如果你新取得的非流动资产和处置组 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呢 如果你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你的个别报表是不是就叫持有代售资产 对呀 你抓过这张大白纸上 你是不是也叫持有代售资产 对呀 那这张大白纸上 你当时核算的诗是非同控 你是按公允价值计量的 我抓到这张大白纸上的金额也是公允价值 我这么说你服气吗 服气 您不是拿这张大白纸整体的账面价值 跟整体的公允价值减出售费后的金额去PK吗 我要知道我提多少减值 大家想一想 你如果公允价值是100万 你的账面价值是不是等于你的公允价值100万呀 而你的可收回金额也是公允价值 但是要减去一个出售费用 你出售费用金额再小 它就是一分钱 你减完了 你也会发现可收回金额比你的公允价值小 我这么说你服气吧 那不就提减值吗 所以最后我反映的结果是按照公允价值减出售费用后的金额来什么 减量 好理解吧 你是按公允价值减量的 而我的可收回金额是公允价值减出售费用 公允价值一样的 我这边多减了个出售费用 我一定金额比你小 你一定要提减值 而对于同控的企业合并 非流动资产和处置组化分为持有代出类别的 我们应当着合并日被合并方的账面价值 与公允价值减出售费用后的金额输递来减量 你是账面价值 我可说我金额是公允价值减出售费用后的金额 不还是去进行PK吗 这跟我前面说的 非同控是公允价值减量 同控是账面价值减量有什么区别 没区别 可是公允价值减出售费用后的金额 那么在这再说一下 除了企业合并中取得的非流动资产和处置组以外 如果有以公允价值减出售费用后的金额 作为非流动资产和处置组的出使计量金额 啥意思啊 看这儿呀 你出使计量金额应该计一百 啥都不考虑应该计一百 但我公允价值减出售费用后的金额是九十 你不是按这俩赎低计量吗 等于你持有带手资产计了九十 不就等于你持有带手资产 是以公允价值减出售费用后的金额来计量吗 那好 将来我产生的差额直接记住当期损 一难资产减值损失 在这咱已经展示过了 没了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直接看例十五杠十 2017年3月1日 公司L购入公司M全部股权 支付价款1600万 别的啥都先不说 你支付了价款1600万 是不是先过带个银行存款1600万 对 咱接着往下读 他说购入该股权之前 公司L的管理层已经做出决议 看见了吗 企业已经对出售做出决议 满足了我们出售极可能发生的第一个条件 一旦购入公司M将在一年内 满足了我们出售极可能发生的第三个条件 我只是没找到下家 只是没有签协议 就这一点小瑕疵 那么我就可以认同为你从取得日 划分为持有代手类别 你就不用再叫长期股权投资再改名了 我直接就把你叫持有代手资产 多加个明细长期股权投资 听懂了吗 我现在要解决的是后边这个数字是多少 好 往下看 公司M当前状况下即可立即出售 你满足可立即出售 又满足出售极可能发生的一三两个条件 你划分为持有代手类别 不就在取得日就可以划分吗 他说预计公司还将为出售 该子公司支付12万元的出售费用 您能告诉我 你可收回金额是什么 公允价值减出售费用 那不就得公允价值减12万吗 我只好知道公允价值就可以了 那么再往下看 公司L与公司N计划于2017年3月31日 签署股权转让什么合同 我跟你签合同 得到你的股权 我在一年内再能卖出去 我不就满足了持有代手吗 好 他说公司L与公司N初步议定 股权转让价格是1620万元 那你想一个道理 是不是这儿的金额应该是二者孰低 对不对 对 所谓的二者孰低是 假设不划分为持有代手类比 我的初始计量金额是多少 咱们最通俗的规矩是 花多少钱计多钱唐头 初始计量金额是1600 对不对 对 跟谁去比 跟可收回金额去比 而可收回金额不是公允价值减出售费用吗 这里边我的公允价值是多少 这不是都告诉你了 是1620万吗 那么我既然愿意花这1620万去买 没有机特殊情况 它不就是我的公允价值吗 减去出售费用 出售费用在这给了是12万 减去12万得到的是1608 我按二者赎低 记住持有代手资产 二者赎低最后不就是1600万吗 那要1600万跟我贷房的银行存款就相等了 有差额吗 没有 这就是第一种情绪 那么咱们说情形二 公司L尚未于公司A议定股权转让的价格 购买日股权的公允价值与支付价款一致 坏菜了 公允价值要跟支付价款一致 如果你在减个出售费用 一定是可收回金额低 一定会产生减值 好了 先不管别的你贷房银行存款是1600 这个数你服气吧 你借房的持有代手资产横杠长期股权投资 还是要满足二者 一个是初始计量金额 假如说没有持有代手这回事 我是不是花多少钱 几多少钱 唐头是1600呀 对 而我现在化分为持有代手类别 我是不是要考虑他的可收回金额 也就是公允价值减出售费用的金额呀 你告诉我公允价值与支付价款一致 那就是1600 减去出售费用 他不是12吗 得完的是1588 您跟我说按这俩当中较低的金额 记住吃肉代手资产 当然是1588了 你会发现跟你贷房花的1600 中间有个差额 这个差额到底在资产减值损失里边 12万 没了 就整个意思 这就是专为转售而取得的 我们要考虑这种情况 那么括号二讲完了是不是该括号三了 对 化分为持有代手类别后的伎俩 那是不是我可以理解为你已经在贼船上待着了这段时间叫化分后的伎俩 对 那在贼船上待着多无聊呀 咱总得找点事干呀 找什么事干 就是提减值 如果情况更糟糕了 我提减值 情况好转了 我减值转回 你跟他说啥 减值转回 没错 在这儿我再给你回忆一下可以转回的减值 又多了一下 存货跌价准备 它的减值可以转回 而我们所说的合同资产的减值可以转回 而我们所说的债权投资减值减备可以转回 我们所说的宗债对应的其他综合收益信用减值减备可以转回 我们所说的什么持有代售资产减值减备可以转回 没发现这儿多了一下吗 还有什么 还有坏账准备 可以转回 再往后第十几张收入还有能转回的减值 再往后地盐所得税 对应的地盐所得税资产的减值还能转回 到那会儿所有能转回的减值就齐了 而且要知道存货跌价准备 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还有这儿所说的持有代售资产减值准备 它的对应科目都是资产减值损失 而中间这块什么债权投资减值准备 其他综合收益对应的减值还有坏账准备 它对应的减值是信用减值损失 我说过一百遍 合同资产本来是一种收款权 我有收取现金的权利 它是金融资产 它用的是预期信用损失法 但是它对应的科目用的是资产减值损失 别错 上了贼船之后 我唯一要做的工作 提点减值 转回点减值 就是做这件事 所以我们具体的分两类 企业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的后续计量 后边肯定有个企业持有代售的处置组的后续计量 其实就是是不是该继续提减值 还是该把减值转回 所以第一个 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重新计量 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 如果发现了它账面价值高于 公允价值减其出售费后的净额 应当将账面价值减记至公允价值减出售费后的净额 差额即提减值 借资产减值损失 代持有代售资产减值准备 这是提减值 当然还可能有减值的什么 转回 如果后续资产负债表日 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出售费后的净额增加 一直超过了你的账面价值 以前减记的金额应当欲恢复 并在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后 也就是上了贼船之后 你确认多少减值你可以转回 转回的金额记住当期随意 就是做一笔记题的反向 借持有代售资产减值准备 代资产减值准备 你看上了贼船多无聊呀 就是记题减值转回减值 那么将来这块我再给大家说一下 您能转回的只是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后记题的减值 比如说我给你写个分录 如果你原来是把固定资产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了 你是不是在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时 你要改名呀 对 代固定资产借累计折旧 借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倒挤出持有代售资产 57万 将来提不提减值 你是拿这57万 跟公允价值减出售费用后的减额去比 假如说公允价值减出售费用后的减额是54 那我就提3万的减值 借资产减值损失3万 持有代售资产减值准备3万 将来情况好转了 你是不是可以画一个持有代售资产减值准备的定资账3万呀 你最多把这3万全额转回 你不能再多转了 有人说跟前面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这2万有关 有啥关系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你在那都已经反向接转 没了 你只是对你记忆提的这3万 你上了贼船之后 记忆提的3万 减值给他转回 第三 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 不记忆折旧或者贪消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该考虑的东西 我在你出售的价款里边都已经反应了 所以我上了贼船非常无聊 啥都不做 我唯一要做的就是提减值 转回减值 老做这两年事 看完这我们看例15-11 他说成例15-10 2017年3月31日 公司R与公司N签订合同 转让所持有公司M的全部股权 转让价格为1607万元 公司L预计还将支付8万元的出售费用 那是不是我们先看第一种请求 2017年3月31日 公司L持有公司M的股权的公允价值 减出售费用和的金额是1607 减去8万是1599 而您在第一种情形 你忘了吗 你记载是花多少钱 记录多少钱 堂头是1600 您账面价值1600 您可收回金额是1599 那不就等于产生了1万的贬值吗 那我就会借资产减值损是1万 持有代售资产减值准备 1万 将来我这1万在情况好转时 可以反向转回 而第二种情形 当时的分路 你忘了 我给你写的这儿是这样做的 贷银行总管1600 借持有代售资产是1588 倒计资产减值损失12万 将来我问你 你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不要跟我说其他的 就是1588 而公允价值减出售费号的净额 假如说还是跟这个数一样 是1599 你账面价值1588 而我们公允价值减出售费号的净额 是1599 贬值了吗 没有 没有贬值 我们根本怎么着 不需要进行任何账务处理 而你原来补的这个差12万 有可能转回吗 没有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他不属于划分于持有代售 类别后 记题的减值 一定是上了贼船之后 改完名之后 记题的减值才有机会 转回 那么第二个 持有代售的处置组 到后续几两 你不等于把一堆东西给骂了吗 还是老规矩 在处置组当中 我每次都在提示你 他可能有流动什么资产 他可能有所有的负债 他还可能有一到六项的非流动资产 这三项不是适用其他会计准则吗 只有第四项 也就是第七项非流动资产 才能适用于我们42号准则的规定 我永远是先把前三项的账面价值销定 然后整体的账面价值 跟整体的供允价值减出售费合的净额去PK 算出整体的减值 还是先让商与全额背 背不动的分给其他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这些减值 所以在这儿 他的减值的后续减量有四句话 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 重新计量持有代仇的处置组时 永远记住前三项 先给我按照其他的准则 该敲定多少金额 敲定多少金额 应当首先按照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 计量处置组的流动资产 适用其他计量规定的非流动资产和负债的账面价值 比如说你这流动资产里边有存货 你应该该提一万的存货地下准备 你就正常的给我提 提完了前三项的账面价值不就想敲定了吗 我把所有四项整个的账面价值 也就是持有代仇处置组的整体账面价值 也就是所有资产件 所有负债的差 跟公允价值减出售费号的净额去比 如果账面价值高于公允价值减出售费号的净额 不就产生了减值了吗 那我就把这差额借资产减值损失 代持有代受资产减值准备 但是我不应当重复确认 不适用于本准则计量规定的资产和负债 按照相同会计准则规定已经确认了损失 也就是说您前三项在当时我让你按别的准则 给我计量账面价值时 你已经该提减值的提减值已经确定好了 将来整体的账面价值跟整体的公允价值减出售费号的净额去PK 如果可收回金额低去提减值 这个减值只能分给第七项非流动资产里边的什么固定资产呀 无形资产呀 商誉不能再往其他的里边分 所谓的不赢重复确认就是这个意思 这不错 那么第三个 对于持有待兽的处置组确认的资产简直随时拉了 商誉不是跑会吗 先给我判断一下处置组中含不含商誉 如果含所有的简直先一次性是商誉去背 背完了背不动的简直 我按照其他的一到六项以外的非流动资产的账面价值比例 再去分摊减值 就这意思 那么第四个 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金额应当以处置组中包含的 适用本章计量规定的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为限 不应分摊至处置组中的流动资产 和适用其他准则计量的非流动资产 因为我原来给你机会了 你流动资产也好 你一到六项的非流动资产 你的负债也好 你按别的准则把账面价值已经敲定了 在你所有账面价值重新计量后 加上我这里边所说的第七项的非流动资产 什么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成本模式计量 投资性房地产 再建工程 省与等等 算出总的账面价值 跟总的供应价值 减出售费用后的净额去 算出一个总的减值 但是这总减值只能全额由第四项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到六项以外的非流动资产来背 但是即使都是由他来承担 他里边有商誉的 先让商与全额去背 背不动的在其他的非流动资产的比例去给他进行分摊 但是最大最大是把每一项资产的账面价值给他抵为零 你不可能把资产的账面价值变成负的吧 就这个意思 括号 简直转回的后续计量一样的 读题 如果后续资产负债表示持有的储置组 供允价值减出售费用后的金额增加 以前减计的金额应当欲恢复 并在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后 使用本章计量规定的非流动资产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的金额得转回 将来我就会写借持有代售资产减值准备 但资产减值准备 还是不应当重复确认 适用其他准则计量规定的非流动资产负债 按照相关准则已经确定的利得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原则 就是将来哪怕有减值转回 我转回的减值只是往这个一到六项以外的非流动资产上边去分摊 你前三项我绝对不会把减值的转回分给你 因为你们三项是按照其他的会计准则来进行核算的 我们后边有一道题会说 第二个 您当时发生减值的时候 您不是说商欲是炮灰吗 您全额让商欲承担了 将来这个商欲还能不能再转回减值的时候 把商欲对应的减值转回了 不能 也就是说以减减的商欲的账面价值 以及使用本章计量规定的非流动资产 在化分为持有代做类别 钱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 不得什么转回 商欲的减值 你发生减值让他全额背了 但是减值的转回 我绝对不会转回商欲曾经背的减值 我只是把转回的减值分给商欲以外的 什么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什么以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是这个道理 第三个 对于持有代售的储值组 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 后续转回的金额 应当根据储值组中除商欲以外 是用本章计量规定的各项非流动资产 账面价值所占的比例 按比例增加其账面价值 这是啥意思呢 是正的意思 你听好了 我是不是曾经跟您说过一句话 储值组当中的成分相当复杂 对 我当年提减值的时候 因为你所有的流动资产 你所有的负债 你所有的一到六项的非流动资产 是不是都是按其他会计准则核算的 对 那么是不是把其他会计准则核算的 账面价值全部销定之后 您再加上您一到六项以外的非流动资产 比如说有固定资产 有无形资产 有商欲 假如说就这三项 我是拿整个账面价值 当然这个整个账面价值是持有带出资产的合计 减持有带出负债的合计 那么算出整个的账面价值 跟你整个的公允价值减出售费用后的净额 去PK 对不对 对 假如说这个减值 一共是十万 能不能让前三项背 不能 我只能让商欲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这三项东西背 比如说我商欲 假如说账面价值 是八万 那好 我十万的减值 先分给他八万 然后还有另外的两万的减值 那么将来一部分分给固定资产 一部分分给无形资产 咋分 按照他们计题减值那个点的账面价值的比例 比如说固定资产 假如说当时是九万 而无形资产一万 那就等于是两万当中的百分之九十 一万八分给固定资产 两万当中的百分之十 零点二分给无形资产 没了 那么这是坏事 那如果转回减值呢 记住了 比如说你如果转回减值 如果转回减值 假如说啊 我情况有些好转 我转回了一万的减值 这一万的减值能不能恢复伤欲的减值 不能 伤欲的减值只要提了 本来你是不可编认的 提了我就不会再给你恢复 我会把这一万分给固定资产一部分 分给无形资产一部分 等于转回了一部分减值 转回减值不就等于增加它的账面价值吗 那我转回的减值跟你前三项有关系吗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我提减值这十万是第四项造成的 我转回也跟你没关系 那么这是我们所说的处置组这块内容 过了三项 由于处置组 他这说由于就不合适 实际上应该说如果处置组不符合终止经营的定义 可并不是所有的处置组都不符合终止经营定义 但是如果你现在这个处置组不符合终止经营定义 那么你第一题的资产简直损失 在持续经营损益当中劣势 并且在付诸中进一步进行什么披露 持有待受的处置组当中的负债 包括使用其他准则计量规定的金融资产 以及供运价值计量投资性房地产 这些好像都是咱们所说的前边的一二三 这三项没错 你按其他的准则该怎么确认怎么确认 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听明白了吗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讲到这儿 我基本上把所有的理论该铺垫的都给大家铺垫完了 那么其实下一讲我们要讲例15-12的内容 那这一讲我就讲到这儿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